移送北檢 那一併跟原來美加國際旅行 社林大軍的這個詐欺 一併一併偵辦 平保協會將對年代旅遊提告詐欺 原來就是因為春節期間 年代旅遊丟包案件被查出案外案 平保協會指出協助900多名消費者 申訴求償大約3200萬元 但是發現有7人的案件不太對勁 這7個人裡面有美加國際的員工 那也有他的所謂的投資者 過程當中沒有會計流程 沒有作業流程 這個跟我們一般的旅遊申訴裡面 是非常的不一樣 這7人被平保協會懷疑 其中4人是員工假冒旅客 另外3名是年代旅遊的投資者 將債務洋裝成是團體旅遊定金 轉為旅遊債權 金額大約是900萬元 目前3人的600萬元已經撤回 剩下的4人將會被平保協會 提告詐欺 但是年代旅遊的委任律師出面駁斥 反控是平保協會威脅恐嚇 要求撤案 你不是一個有調查權責的機關 你怎麼可以就是 對於你認為有問題的旅客 這樣恐嚇人家 委任律師說 這7人當時確實都有出團旅遊的規劃 控訴平保協會顛倒事實 前後順序才會造成一連串爭議 雙方各說各話恐怕只能上法院 對不公堂才能查出真相 3人喜歡網上用家裡台報道